好 OK 我覺得我選擇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去看待登山這件事情 對 我也花了蠻多年的時間 把自己那種非得要登山頂的那種心態拋棄掉 你覺得山到底給了你什麼 這是一個好問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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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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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你有可能什麼都沒有看到 黑熊吃蜂蜜的原機 我很舊的 拍完之後如果你有進去完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它到底要有多少力量 才可以把它挖成這樣 就是一棵樹有可能都被它挖斷 你可以想像那個巴的那種感覺 然後蜂一定在它旁邊 然後一直在咬它 然後它還在那邊拍啊 然後很想要吃 熊很愛吃蜂蜜 這上面都還有爪痕啊 你看這都是爪痕 有的是咬痕喔 豬窩 小山豬耶 台灣山豬會做窩 它會把旁邊的草 咬斷 然後蓋成這樣 碗的這個形狀 感覺很舒服 而且豬窩我發現都喜歡在這種 就是 有view的 它喜歡坐擁這種 山景第一旁 其實還蠻喜歡豬的 因為它很多 個性啊 行為啊 那種樣貌啊 真的很可愛 印象中那種什麼豬會很兇啊 會衝過來自你於死啊 你那種印象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它的豬療牙 磨牙的痕跡啊 很硬喔 力道很強喔 非常深喔 這個高度也蠻像是豬會幹的事情 這應該是它磨 磨療牙的高度 如果是水路的話 很有可能會大概在 這樣子的高度 對 因為一隻供水路大概這麼高嘛 玩下來差不多 但是一隻杜多高 這麼低 所以它一定不會 不會抹到這邊來 對 我是這樣子判斷的 另外是它的深度 它非常的深 在肌部 很用力 你看這個畫上去有沒有 所以 豬的牙齒還是要小心啊 這個畫到一定是皮開肉占 你可以觀察一下喔 水路的磨角很跟 跟豬的痕跡就很明顯 你看 旁邊這個水路有沒有 啃醋皮的高度大家都這麼高 對不對 很多啊 隨處都看得到水路的 那邊看那邊 有沒有 高度其實都在 大概一百公分左右的高度嘛 但是豬你看 大概離地十幾公分 這樣子 它在旁邊那個泥巴 浴結束之後 它就在這棵樹上 瘋狂的摩擦自己 這裡 這裡嗎 這整片啊 反正它就是很爽 有沒有 這有力耶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力量了嗎 你看它把整個土厚厚的一層全部 抹上去你看 你看這土多厚啊 你可以想到它泡泥巴浴泡完 全身都是變白白豬 然後在這裡 磨一磨 對啊 你看這 正在 它有一些磨到樹皮都受傷了 在流樹液 然後這顆也是 那邊磨不夠還磨這邊 豬啦 真的是豬 豬毛 你看 巴通關 古道東段 這個區域來看的話 你最喜歡的前三名的動物 動物啊 只有動物 我第一名一定還是熊啊 對啊 它實在是吸引我來這裡 最主要的一個物種 熊絕對是我的第一名 對 另外我很喜歡熊鷹 然後 如果要說 第三名的話 或許就是水鹿吧 啊沒有山豬喔 啊 就不要排名就會有山豬了 對 山豬也很可愛啊 你會看到一群豬 就好像近視野一樣 然後就是咬著小小的尾巴 然後 突然如果 某一隻豬發現說 欸 掏緊五人 你就看到那四五隻豬 就開始就是乘 乱七八糟 隊形在那邊 裝滿 然後就全部跑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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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對 YES 你知道這裡的山豬團說嗎 只要在食物上面寫 黃美秀老鼠不敢吃 對 哈哈 死東西啊 老鼠很適妝 欸 來 錄起來喔 錄起來 大家可以睡覺了 啟燈 快樂OK嗎 那大家再麻煩借個位 準備來囉 大家 來 CAMER ROLLING 那你覺得你比較著迷的是 森林還是動物 在森林裡面跟動物 這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曾經設定自己拍攝野生動物這件事情上 我期待的畫面是在森林裡面 而且是要有那種很深邃的背景 草原是一望無際的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可是在森林裡面 現在搞不好我們在聊天的過程 附近也許就有一隻山巷蛙 仆仆著 等待我們離開 但是如果你沒有仔細去發覺 你很有可能 根本不知道這附近 有這麼一隻山巷蛙走過 對 蠻驚艷主義的 但是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對 你就是必須要在森林裡面去實際的尋找 而且是主動去踏遍每一個角落 或每一條零線的那種感覺 然後你會發現動物的包容力蠻強的 也許那個地方已經沒有人在狩獵了 他比較不會擔心人類 對 那種感覺蠻不錯的 因為你會覺得有時候人類是很夠狼玩的生物 動物看到人類就是拔腿狂奔 沒有第二句話 大部分的地區都是這樣 對 但是有時候當他停下腳步 或是沒那麼快離開的時候 你會感到一絲絲開心 因為覺得他好像是不是在接受我的存在 這種感覺 我們可以其實在十九世紀的世界大博物學者的身上 看到郭熊寄託的理想生活的樣態 他希望唐揚在一種神秘的 可是卻是具備著高度失憶的自然運力的運作狀態 所以對於一個生存在人的世界裡面 我們大概每一個成年的社會化過程 其實都受盡創傷了 就是你必須要經過相信、失望 你的存真幻滅這種過程 可是你在自然世界裡面不會有 自然世界裡面 所有動物依真誠的目標形式 因為他就是要求取自種物種的存活 因為他就是要求取自種物種的存活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純真的 也是因為這樣所以郭熊他這麼的熱愛動我 我是他我也大概會這麼想 我在原始的自然環境裡面 我身處在另外一個生態系 在這裡面人其實是配角 前面這個豐富的生態系裡面 那種自然的 某一種運作的規則、規律 然後動物依照他們求生存的原始本能 很帥真的活著的那種狀態是很迷人的 是很迷人的 有沒有哪一個攝影師的生活狀態 會是你很像我 就行也到不吧 他的工作就是在荒野裡面生活 然後去等待 去跟那邊的原住民一起生活 然後去觀察野生動物拍攝 然後他把野生動物展現得很完美 你會不會覺得 哇!感覺把他靈魂最自然的樣貌 很天真無邪的展現在照片裡面 我覺得這點很厲害 那你覺得他是怎麼樣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他花了很多時間在等待 你會貢固很多次 但是當你有那麼機會 就是遇到那隻野生動物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而然的去抓到他 在這片森林展現最自然的樣貌 那種感覺很棒 我自取自己成為是拿著相機的臉 所以我按下的是快門不是板機 當我有辦法按下快門然後 不讓動物發現那種時候 我其實內心的成就感還蠻強 然後我可能也是隱藏得很好 所以我那樣照片也許動物不會是主角 但是我會從一個草叢之中窺見那隻動物 那種感覺還蠻不錯的 那你覺得新的刀夫這個人 他留給你了什麼 他留給我是我覺得我對自然的 我去跟自然相處的一種模式必須要緩慢的 而且是深入的很深層的去認識一塊土地 去認識一個很深邃的自然 沒有目的性的 沒有方向性的 我們上去 上面有一條比較寬的嶺 去碰碰運氣 去碰碰運氣 我在這裡上廁所喔 幹我就知道 現在要跑一隻山羊 上廁所就是會碰動物 每次都這樣 我在想說 上廁所會不會遇到動物 過不起來 所以下次要找動物是不是應該覺得 去那種可以上廁所的地方 不要 應該上完廁所再出來 來 山豬 他很老啦 你看 他的 正常來講都會有一些尺封 你看他整個都是平的 有沒有 然後這個都已經 原本應該要銳利了 都已經磨平了 你看 你看 山豬的療養 就是 應該都很長 不錯 至少看到一隻山羊 啊 鏡頭沒看到 對 鏡頭沒看到 這難啊 有骨骸也不錯 難啊 你覺得跟鳥雄走 你覺得有什麼不一樣的 怎樣? 我覺得跟過程總會蠻多驚奇感 怎麼說? 時不時就會發現這個地方你根本就不會想像 這個是一個動物的窩、動物的夾、動物的遺跡 這是什麼植物? 因為在我們一般人眼裡 這就是一片原始的生命 簡單幾個句子去形容你認識的過程 體格魁梧 心思柔細 有一點萬事不公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動物之子 小時候就超級想爬山 山對我來講是一個想像的世界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實際走到山裡面的感覺是怎樣 所以我第一次爬山的時候超窘 幾乎也是有點算是被人家半陪伴半餐服 這樣就覺得到山屋就覺得自己要往生的那種感覺 其實它雖然造成我身體這樣很大的不舒服 可是我 我反而腦袋想的是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克服 對 這件事情滿奇妙的 我有時候自己都還會覺得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是反正每個一陣子我就會想要去Push自己 可以多跑一點 去多讓自己的體能變好一點 對 那你算是有在訓練自己讓自己可以爬山嗎 我覺得我是 好看 說那邊 大雄耶 真的 這裡有一個 這裡一個 最主要明顯的是這個 1 2 3 4 5 有沒有看到 腳墊 腳墊 這個也是腳墊 痕跡絕對不會只有一個 這應該是他的右腳 立刻又踩了另外一步 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更明顯 有沒有很清楚 而且他這一步踩得很重 然後就往那邊去了 所以我在懷疑他或許是 也許是 跑掉了 你們沒有看過的可以看一下 那個蠻不容易看到 後腳的形狀比較像我們人類的 人類的腳印 前腳 這是前腳掌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所以他前腳掌很顯然他是用力 所以我覺得這隻熊應該是往那邊跑掉 你可以想像他是 就是前掌用力的 的 就是 推啦 他需要後座力才能往前衝嘛 所以他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看這個 所以運氣不錯啊 至少你們一下就看到熊的腳印 正面裡 不是我採頭 所以理論上 痕跡這種事情是 連續的 他就走到這裡來啊 你們看 他剛剛從那邊過來 這裡就有他的腳印有沒有 這裡一個 很清楚喔 這個更清楚了 兩根 三根 四根 所以這是他的左手 有沒有大拇指 有看到嗎 有啊 現在這樣有 然後掌墊 在這裡 這很清楚喔 這應該是這一兩天留下來的 欸這隻熊 一直往這邊走耶 所以你看這隻熊 是從那邊一路這樣子 往這邊過去的 蠻有趣的喔 運氣不錯 看到了 跟到了一隻熊的 走法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想要加入黑熊保育學會 原因很簡單 因為我在做熊研究 我跟著黃美修老師在這邊跑了這麼多年 我們不是那種會喜歡眼神深看著它滅絕的那種人 我一直覺得台灣人跟野生動物或跟山的連結很遠啊 你就是沒辦法想像山裡面有熊啊 但是哪怕我記得我們 有一次去擺攤吧 有一個阿伯走過來 他看到我們協會 就叫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他的問題是 台灣有熊 然後我就說 我們的協會的名字 就叫台灣黑熊保育協會 他的問題還是台灣有熊 而且他問了兩三次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其實 大部分的民眾 尤其真的對台灣黑熊是不認識的 更不要說台灣有山 尤其他看得到山啦 沒錯 但是他不知道山裡面有哪些野生動物 你要跟他談物種的保育 那就更難上加難了 熊對你來說到底有個怎麼樣的吸引力 讓你一直很嚮往 因為我覺得他就在這邊森林裡面 數量最少 最難以被觀察看到的一個物種 你就是必須要承認 他就是比水鹿 比老鼠 或者是比其他動物來講 他更加的迷人 某種程度你可以把它當成是一種 試煉的對象 就是我自己人能力的考驗 某種程度對我來講 代表的是 我跟這片山林的熟悉度 是非常的熟人 必須要很熟悉 這樣子的環境 你才能夠有機會遇到黑熊 覺得有可能有熊爬過 你有感覺出來嗎 就是這邊 快撞的 因為理論上青苔不應該獨留一塊 但是很顯然這個是被外力撥掉的 對 一二三四五 他是這樣子抓上去的 然後最明顯是這裡 這整塊 這個也有啊 這也是 所以他有可能是這樣子爬上去的 然後下一步這樣子往那邊上去 也是一隻大熊 有沒有 哇 超大的 這邊應該也有吧 這裡 這也是舊的 所以他其實是集結了 就是 我對於自然的想像的一個 一個 就是 這麼樣的一個生活 所以 能夠 在這片山裡面這樣走十幾年 跟著熊走 對我來講是 還蠻感謝的 你覺得山給了你什麼 事情一定會往最好的方向去走 在山上學到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山有讓你變強壯嗎 有啊 我覺得我的心靈被山磨練的蠻強壯的 對 這點是蠻肯定的 我這隻我跟他會反方向 我們會從這邊到水池 可以嗎 可以 如果就是我們沒有碰到動物 或者是Hover如果覺得差不多 需要大家下來幫忙的時候 我們再呼你 對那我們這邊就偷偷摸摸的過去 看碰碰運氣 就碰運氣啊 運氣就是墨飛 對 好 那我們就這邊分兩隊走 我跟郭熊從這邊先切下去 然後 然後 攝影機我還是兩台都帶著好了 好 OK嗎 我們動物剛玩完泥巴 你看整個在這邊甩身體 像小狗那個 攬毛都甩掉 噴的到處都是你看 這一點一點 什麼功用呢 我猜是水路啊 對啊它就在這邊用力的那個扭動 感覺很爽啊 你看從這邊過來啊 泥巴 泥巴印到這裡 這個啊 泥巴的 它在這裡 所以它是從這邊 它不是走那條路 它不是走那條路 我們在這邊 它是在這邊 那邊 對啊 我們在這邊 看路 看到一個 方法 在這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到 没有看到动物哦 所以你们可以慢慢切下来了 收到 我打算加一台自动相机在这里 如果是以你的角度 你会想要得到怎样的画面 因为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是很直观的想要拍动物在这个水池里面 不管是打滚、休息、走路 想要听听 以导演啊或者是... 我可能会想要有点参与感吧 可能就是跟他们的身高是大概处在同一个高度 然后距离会想要近一点 比如像这种地方吧 就会觉得好像可以跟它玩在一起的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里勒 用这个位置吧 去拍它 好啊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怎么都有了 记忆卡也在 最怕就是打开 没记忆卡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 脚段行不行 我去前面 后面站一下 好 这样有整...我有整个进去吗 有吗 这个时候就是要一只熊 有吧 好 好 对啊 这边这边刚好 到你切一半 你的右手在里面 右手在里面 右手在里面 对 我觉得 应该还OK啦 因为我们focus在这里 最主要是在这里去 好 OK 好 那我们就是 期待咯 一只猪 好走耶 一只猪 他刚在鼓道上 对啊 他刚在鼓道上 看到没有 对啊 这个位置 看到啊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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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中进去 最近 正中间 看到 看到 猪 他刚在看我们 看猪 很可爱 就是猪很可爱 傻傻的 不是傻傻的 就是这样看着我们 这里对我们而言不只是空间的地理位置而已啊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一个时间轴线的叙事 像我刚刚路过也在看那棵 上次看到熊的树 你每次经过 你就会想要再抬头看一下这棵树 会不会树上又有一只熊 因为我发现很多猎人 他们会不断的讲述山里面的故事 这种故事其实 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 我也因为这样子 也许如木兰吧 开始去建构 我跟这片山林的故事 所以他们留给你的那些故事 那你会想要留下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 我或许会把它转成文字 对 这是会是一个目标 我们看到这水池 我们就上去 我觉得作为野生中的人 都有一种 看到水池 不去给他看一下 就是心里的 就很想去看一下 这边有什么动物来啊 然后在干嘛 请原谅我们这种 有点奇怪的 癖好 这其实是他们的 资讯的交换站 所以你如果在这里 摆一台相机 你会发到很多动物 都会在这边 吻一吻看一看 你看这里又有熊啊 以前我们下到摩托拉班 都会放轻脚步 因为觉得那个地方 都会有动物 像这样 我很想冬天带来一次 但是 有魔力的地方 对 大边也是这样的地方 对 该如何切断呢 这是你我很重要的功课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也是五时五刻也念着想过 回来这里 我也是一予被 我只是说 我应该是一样的 嫌弃 不过 我能够 这样 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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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快來欣賞風景吧 不要再拍了 真的很漂亮 這個角度一定要從這個角度 那現在對你來說最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聽到很舒服的鳥叫聲 這個事情很重要 這個聲音只有在這樣的環境才會有 我覺得心野道夫它是一個 對現代人來講永遠是一個隱喻 我每一個人其實應該死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上面 孤節一人可是有萬星為伴 所有千萬顆的心斗就是伴隨著你 然後走入生命最終的盡頭 我個人覺得這是最佳狀態 最不好的狀態就是你活在都市裡面 在一群喇叭聲中閉上你的眼睛 這會有種拆禮物的感覺嗎 有啊 每次都把它拆禮物 沒有 好 那我們就走吧 好吧你好好工作 那就是之後你朋友再來燒 嗯 我是我再來說吧 走吧 右邊那個 有有有 現在有 可以喔 可以可以 是嗎 有 有 可以 沒有 可以 好嗎 有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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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